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其实不管是我们说话声音靠前又或者是方言口音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口腔开度不够大 换句话说呢就是我们在发音的时候 字音的韵母没有充分展开 那韵母大家都知道吧 这些是单元韵母 那单元韵母呢又会彼此组合形成复合韵母 像I 奥 恩 燕 羊这些字音 那我们要把韵母发好了 就需要跟着蛇位图来进行训练 那在这个蛇位图当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分为前中后三个部分的 那和我们的舌头是相对应的 因为我们的舌头也是分为舌尖 舌面和舌根三个部分 那有了这个蛇位图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发哪个音的时候 舌头的哪个部位应该在哪个对应的位置 像A 那A这个音呢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蛇位图里面位置是最低的 而且呢是属于舌面的这个位置 所以呢我们在练A这个音的时候呢 要尽量做到我们的舌面往下压 A 因为如果我们的舌头不往下压的话 就会像这样 A 那这样发出来的A音呢就不是最完美的 同时呢口腔是有一定的开度的 不能太大 A 也不能太小 A 适当的开度 A 同时呢我们要做到我们上期提到的停软饿 跆拳机 A 发达 打卡 沙发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敏感度 仔细地去感受一下自己舌头的状态和位置 到底是向前向后还是向上向下 墙头有个老南瓜 掉下来打着胖娃娃 娃娃叫妈妈 妈妈摸娃娃 娃娃骂南瓜 早喝行 那另外呢我们在练土字归音的时候 还需要发挥一点想象 把每一个字音呢都想象成一个早弧形 举例来说像枪 那大家可以感觉到 字腹的这个位置啊应该是最宽的 也就是在A这个音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字的两头也就是字头字尾是窄的 只有字腹呢是最宽的 那这样呢就像一个早弧形一样了 这样发出来的字音呢才是最饱满的 枪 最后呢我们要讲的就是 在土字归音中最容易被忽略的归音问题 举个例子就像美 就很容易被发成美 美 那美其实它应该是归音归到一的这个位置上 所以我们在发美这个音的时候呢 唇形最后应该是停留在一的唇形 美 而不是美 美 同理像好 它应该是归音归到O 唇形应该是停留在O的位置 而不是好 好 那其实以上呢都是一些非常小的细节 我们只需要在说话的过程中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的声音呢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好听起来 那可能有的同学又说了 我就说个话还这么麻烦 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 那其实呢用我的老师的话来说 这就跟我们小时候学数学是一样的 小时候我们学一加一二加二还需要用手指头去算 但是现在呢我问你一加一二加二你应该不需要思考就可以告诉我答案了吧 那其实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坚持练习 在熟能生巧之后呢我们就会形成肌肉技艺就会取代我们以前那些不良的说话习惯了 另外呢由于孕母的字词训练实在是太多了 我真的没有办法一一的带着大家去读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同时把这条视频转发到你的Facebook或者是Instagram标记三个朋友 截图发到我的IG 我就会把已经整理好的训练材料送给你们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